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2月7日 今早很多保障都已經發出了一個非常沉痛的消息 就是李文亮醫生 即是可以說是帶頭揭發有新疫症發生的那位醫生 就確診了得到武漢肺炎六天之後不治了 其實一位好醫生的離世是非常令人覺得傷痛 也是非常染色 畢竟廣大市民都少了一個好的醫生 其實看很多網上的報導都說 李醫生是因為揭露了疫情而被當局禁星 其實我找回很多資料 就看到其實李文亮醫生是被公安局約談警戒 但是從未被拘捕的 至於他被約談警戒到底是警戒什麼呢 我在網上我找到一個資料 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對這件事的看法 當然看法每個人都不同的了 我會分享的是我自己的看法 大家不論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放在心裡就可以了 其實我在網上找到一份警戒書 訓戒書 其實就是說違法行為 跌出來就是在12月30號 李醫生在微信群 武漢大學臨床04級 裏面發表有關華南水果海鮮市場 確診了7例SARS的不屬實言論 那我就在網上也有找到 李醫生當時在群組裏面的留言圖片 未經證實 但是我相信應該是真的 也有很大的可能 就是因為李醫生發了這個訊息 所以他那些朋友們就是不斷地 CAP這張圖而廣發 最後才令到公安局是發現 有這件事發生的 那其實李醫生當時在留言裡面就是寫 華南水果海鮮市場 確診了7例SARS 那這個是否一個 完全熟實的論述呢 那我覺得是很值得相確的 毫無疑問的出發點一定是好的 他希望他的朋友和朋友身邊的人 是可以盡快知道有新疫情的爆發 盡快做好保護自己的工作 絕對是發揮了人性光輝的一面 我也都很相信 李醫生也都可能 會知道他自己過早洩漏消息 可能會帶來什麼效果 所以我覺得 李醫生是一個好醫生 絕對是無用之意的了 但是到底這段論述是否百分百屬實呢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有相確 因為12月30號 沒錯 華南水果海鮮市場 是確診了有7宗的 不知名的怪病 是冠狀病毒導致的怪病 但是當時 其實未經過病 未找到病原體 未找到那顆特別的病毒 亦都未研究了那個病毒 到底是否沙士 李醫生立刻在群組裡面說 確診了7例沙士 其實我覺得是未免有點武斷的 如果作為一個專業人員來說的話 專業的守則應該是要有百分百的 證據的支持之下 才作出論述 才是符合專業的守則 而事實上當時 李醫生其實在這個病情 到底是否沙士 都未有醫學的證據底下 已經作出這個論述呢 其實我覺得他是有點急了的 而事實上馬浩炮來說 我們都可以很清楚知道 其實當時爆發的並不是沙士 而是現在大家個個都認識的 新型的冠狀病毒的疫情 就叫做武漢肺炎 所以如果公安局 看到這個論述 說李醫生發出了一些 不熟實的論述的話 我其實覺得尺度方面 當然大家可以相確 但是公安局的演繹 也不能全部都說他們是錯的 而事實上 李醫生也可能有感於自己 和他的專業的守則有些不符 他在一個小時左右 已經發出了一個澄清 就是說大家看到 《螢光幕》的一幅圖 就是最新消息是 冠狀病毒感染是確定了 但是正在進行病毒分營 所以他馬上以他最快速度 作出一個最專業的澄清 不過很不幸地 就是剛才這一幅圖 應該已經被廣傳了出去 所以才造成有被警戒 這個這麼不幸的事件 其實《孤密論》 當時所做的所有事情 其實現在已經已成定局了 那麼中國人民也都 尤其是武漢人民也都沒有了一個好的醫生 這個真是非常之哀痛 這個狀態是非常之可惜的 唯有就是希望你醫生 他在天之靈 會繼續守護著中國的人民 守護著武漢的人民 尤其是受疫情在折磨的 可以保佑他們早日康復 令到中國的疫情 武漢肺炎的疫情 可以盡快成為過去式 那麼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為止 如果再有些值得再跟大家分享的話題的話 那麼就再跟大家再談過 那麼首先很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各位 多謝忿